黄立星 你觉得老徐会被一个什么样的男人所征服 这也很厉害啊 肌肉 要骑一个白马 拿着酒环膝盖 可爱让一个黄广的 还带着三只宠物 我们换一种形式来 宠还是什么吧 换一种形式 比如说在演艺圈里边 男演员当中 你要为他挑一个老公的话 你会选择谁 王敏德 我觉得在这些演员里面 我觉得他比较 王敏德是吧 对 很成熟 不是是 你要干嘛 这是一现场演唱会 里面有人在鼓掌 我还以为我听见你们在鼓掌 好可以了 可以了 可以了 这个问题越说越厉害了 我们刚才谈论你的终身大事 你说老徐是否跟什么样的男人结婚 什么样的男人能够hold住你 然后想来想去在演艺圈里边 他选了一个人 他适合跟你 这个男演员的名字里边有个德字 你猜是谁 郭德纲啊 您看 我说的是王敏德 王敏德 为什么呀 当事人在问你 就看起来很搭吧 我不知道 你带上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没事你可以听 可以不听 其实还是刚才问了黄里行的这个问题 老徐觉得 什么样的女人能hold住她呀 我真不知道 这种事不能瞎说 人家终身大事 他从男演员里跳一个 也有一个德字 就坐在现场 拉得好不厉害 不能把你们俩都收面了 跳不出来 云芳 你说一个人吧 王敏德 说得好 这期节目完了 王敏德算是火了 男女同时 摘了吧 摘了吧 好了 OK 恭喜你 希望你和王敏德好好过一会儿 同样的问题 问了老徐 老徐也说 王敏德适合嫁给你 对于这桩婚姻 你有何感想 你看你的表情 个性不太大 个性不大 不要紧 感情是可以慢慢培养的 我们祝王立行 徐敬雷 王敏德 三个人 幸福 谢谢